大批員警來到汽車旅館 先確認周遭情況 衝上樓破門攻堅 走進房內 全身都是刺青的男子 還躺在床上睡午覺 立刻被員警拉下床 不只這名男子 他的妻子也在房內 一併被逮捕 原來兩人是販毒集團 第二層要頭 除了涉及販毒 同時還是詐騙集團車手 員警查扣兩支改造手槍 其中一支還是半成品 另外還有手機 毒品 和疑似從事詐騙集團 所使用的人頭金融卡十八張 詐欺贓款五萬元 據了解 原警先是在網路巡邏 找到第一層要頭 想想追查 發現毒鴛鴦在背後指揮 兩人都有通緝身分 其中曾姓男子是詐欺通緝犯 妻子則是侵占 他們今年五月被通緝後 在外逃亡 以汽車旅館為家 全台跑透透 逃亡一個多月 在桃園落網 以為躲在汽車旅館 就不會被抓 毒鴛鴦狼狽落網 同時槍制來源也要追查 全力瓦解 不法集團 全力新聞正強人陳怡萱 台北查報道